大家好,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丝瓜滑肉汤的做法 这样做,丝瓜不会发黑 汤鲜味霉,肉片滑嫩 特别适合夏天爱美的减肥朋友们经常喝 首先准备一块嫩理脊 先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肉片 尽量选择这种小理脊 小理脊的口感要比大理脊更鲜嫩更爽滑 同时营养价值也很高 切好后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多清洗几遍 洗去里面的血水和杂质 这样能够去除肉片里的腥味 吃起来也会更爽口 洗好后,用手挤干水分 或者用厨盘子吸干水分 然后放入碗中 下来把肉片先腌制一下 碗中加入少量盐 少量胡椒粉 打入一个鸡蛋清,抓拌均匀 加鸡蛋清可以使肉片更加嫩滑 让每片肉片都均匀的裹上鸡蛋清 再加入少量红薯淀粉,抓拌均匀 红薯淀粉可以锁住肉片里的水分 肉片黄鹅不散,越吃越香 腌制10分钟左右 下来把洗净的丝瓜削去外皮 丝瓜的营养丰富也不亦发怕 特别适合夏天爱美的朋友 可以多吃这道菜 削好后,然后用刀切成滚刀块 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下来切些姜末,综合下丝瓜里的寒性 再把葱切成葱花备用 下来锅热倒入少量食用油 油热后,放入葱花,香末爆香 再倒入丝瓜,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开水 这里不要加入凉水 否则煮好的丝瓜汤容易发黑 煮好后,改最小火 然后把腌好的肉片放入锅中 把肉片用手撑开,一片片下入锅中 下好后,开大火煮 先不要搅动,防止肉片多加 烧开后,再用铲子轻轻推动肉片 让肉片受热均匀 再撇去腐末 吃起来会更清爽 然后加入适量盐调味 少量香油增香 再煮一分钟左右 不要煮的时间过久 煮至丝瓜颜色缓清即可 这是煮丝瓜汤不发黑的小蜜卷 这样做不用加鸡精和味精 也特别的鲜莓 然后到大碗中即可开吃 好了,一道营养丰富的丝瓜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丝瓜汤不会发黑 颜色翠绿 汤鲜味霉,肉片滑嫩 清爽好喝又简腻 含有丰富优质的蛋白质 正在减肥的朋友们一定要试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我 帮忙点赞,留言,转发下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 不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